歡迎來到這集的《平心而論》 今年中英劇團的劇季最後一個作品 就是《元宵》的作品 其實會有很多部份想和大家分享 今天請來的嘉賓是張兵群博士和邵善儀 請兩位來都有不同的原因 善儀是第一次看元宵 張老師就很不同 他拿了兩本長刊 分別是元宵第一次公演的時候 1986年的長刊和2000年重演的時候的長刊 所以這個來自經典來講 其實在香港來講一個改編翻譯的《沙士比亞》作品 陳君潤的這個版本都經常被我們 無論是評論的文章也好 或是在向外國的朋友或是本地的朋友 去介紹香港翻譯劇的一些發展的時候 這個作品都經常會被大家引用 他的特色當然我們可以再跟大家細微 不如先請善儀來跟我們說一下 究竟《十二夜》這個作品是說什麼故事的呢 這次雖然是一個改編的過程 但其實故事的結構也是一樣的 是嗎 其實是說有一對兄妹 她們搭船遇到船難之後 哥哥暫時消失了 然後妹妹上岸之後 就去到廣州這個地方 就決定了女扮男裝 因為她要謀生 她就選了投靠這個折道士 賀省奴 以女扮男裝男性的身份去投靠的時候 當時折道士就有一個心儀的對象 就要求她作為我的侍從 你代我向那個心儀的貴族女性示愛 怎知道那個貴族的小姐 又喜歡了這個女扮男裝的妹妹 然後大妹妹其實就是暗戀著 她自己的主人 賀省奴的哲導士 就是這樣的三個關係 但關係還未完 因為妹妹喜歡賀省奴 賀省奴喜歡那個貴族小姐 稍後哥哥出現的時候 貴族小姐就跟哥哥 在不知道原來她不是原本的身份情況 又結婚了 然後就有一個關係的錯誤 其實這個錯誤 也是令到這個故事 非常隱人入性的地方之餘 也帶了很多趣味給觀眾 當然中間也有一些情節 就是剛才說到很多都是比較貴族 或者階級比較高的人的愛情故事 但同一時間這個作品也反映了很多不同階層的人 他們的一些生活的處境 他們可能都希望向上流 例如Mafolio這個角色 就是Mafolio這個角色 其實都在裡面佔了一個重要的位置 張老師 你也看過三個版本 包括首演的時候 中英劇團在藝術中心的小劇場 這次我們也是一個相對地不小的劇場去搬演 當時你看的時候 你形容為一個經驗的經驗 是經驗的經驗 因為在80年代1986年 這是1986年的香港藝術節的劇目 1986年做的時候 算是香港戲劇的一個很重要的80年代的打穩基礎 香港馬劇團就1977年 馬劇團也未能夠10年 加上中英劇團就79年成立 80年81年 也都是Bernard Goss 高本勒來香港沒多久 剛剛做了一年 1985年做了《我是香港人》 《我是香港人》 不是陳君潤去改編的 所以這個是第一個和中英的合作 改編了一個這樣的外國背景 外國的戲 成為廣東話的演出 就在藝術中心的 resital hall那裡做很近 用一個比較簡約的方式來做 這次長刊是 要讚長刊的 做得很認真 非常認真 將他前兩次做的長刊 宣傳單章 和劇照都登出來 所以如果有興趣的觀眾 有興趣的話 原來1986年 這裏勾回我的回憶 就是在細劇場裡面 擺出來這樣的報警 是很簡約的 看到是中英劇團 在此作祥 還好 用回當時的古代 古舊一點的一個風格 那些中文字是由右到左的 打橫的時候 就像是街頭劇 一個巡迴劇團 很簡約地就在街頭 搭個氣盆 或搭個空間 就在那裡 很不用什麼遞的報警 就在那裡做 就是廣東話的喜劇 變成為廣東話 但是又文白夾雜 有一些比較文雅的詩詞 那樣 中間那種語言的策略 演員那種ensemble 就是Bernet Goss來香港的時候 是用了很多年時間 和演員 建立了一個團隊精神 團隊合作的一個這樣的風格 演員不用很多 可以一個人演幾個角色 但是就好整個團隊的活力 是很震撼觀眾的 那所以在80年代 可以想像說 其實觀眾的滿足感是很大的 既滿足於演員的表演的一種 那種剛才說的 整個整體的一個感染力 但是簡約的 就是報警是不重要的 是靠演員本身的活力 和合作精神 再加上剛才說陳君潤 他自己的語言 劇本 由英國的變成 香港 就是 香港人看 他是廣州做背景 唐朝的廣州是比較開放的地方 既是唐朝 一個這樣的比較開放的年代 但是也是廣州有很多外商 很多一些外國人 就是西域 甚至阿拉伯人 在那裡住的 一個很開放的地方 所以有女扮男裝 或者是愛情的令人盲目 你追我我追你 但是什麼都怎樣 所以那個感覺是很合適的 所以看的時候真的很驚艷 我多謝中英 今次做這個經典的時候 二千年的時候我又有看 所以三個版本 一起在腦袋裡出現的時候 這個藝術上的滿足是大的 因為其實今次的演繹 也很忠於Rupert 陳君潤老師的一個 當時翻譯的時候的一個 語言策略 張老師剛才提到 所以裏面的很多對白 尤其是階層比較高的裏面的角色 都會用一些我們現在聽起來 都會比較文雅的說話方式 亦都呼應著原劇本裏面的 一些詩意的處理 但對於觀眾來說 我那天真的難以去 即是我也想嘗試不看字幕 因為我也想感受一下 那種語言的魅力 但有些時候也真的是難的 因為事後我也有機會 跟導演談了兩句 就算這個作品 跟導演問 因為我也有問他 如果這一類的作品 可能在英國上演的觀眾 其實都是聽一些 比較古牙的英文的時候 也不明白的 他也承認是六成 所以其實我們的接收 其實都差不多 所以那天 我也在周旋於這個字幕 想看清楚他講些什麼 那天之外也想細味一下 陳君潤的一些翻譯 但的確令我在觀演的時候 是有一些 有時候都很忙 亦都很無所釋從地 究竟我是聽好 還是其實我看字幕 這是我覺得這次看的時候 尤其是這次的台比較闊 那我的時候 是我有話要講的 我想問一下 你有沒有看字幕 你有沒有需要有看字幕的煩惱 我有幾下想看字幕 但因為我坐第二排的中間 如果我看字幕 就好像在看旁邊的位置 所以我就很乞 我看了幾下 瞎了幾眼 然後就沒有再看 那會否影響到你的接收 你覺得 我覺得我也聽到六七成 在理解意思上 是沒問題的 但如果你是很精細 某些字眼 可能我是會錯過了 所以我的意見就是 正如你剛剛也說得很好 你問Carrie問導演 他也說在英國做的時候 觀眾都不一定明白 薩斯比亞時候的台詞 那些語言 那他就是不要緊 即是說我在八六年看的時候 版本裡面是沒有字幕的 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風格 即是導演的處理 加上Bernicott和Carrie的不同 是 當時就是 那戲的節奏快很多 演區又小 不用到處 走走的時間都長了 所以我沒有想到那戲這麼長 但因為多了時間出入 那戲拉長 平審原來又不是差的 因為我坐進去看 實斗開場的時候 我看到一個簾 好像很闊 上面畫了一個山景 那個山的細 那我就站在那裡 就坐在那裡看著那個景 那時候 戲未做 那時候 那時候 那些樂聲在外面傳過來 那我覺得感覺是漂亮的 是好的 那那個簾 上面那些東西 令到我一個街 即是 朋友說清明上學圖的 那個提示 那個感覺 是有的 是有的 在這個角度來講 就跟我們 比如說 演戲裡面 就說 應該是廣州 廣州也是大城市 在當時來講 在中國的南方裡面 即唐朝的廣州 是一個國際大都會 我看 我也對歷史有些了解 廣州 那時候 居民住了數以萬計 甚至是六位數字的外國 即是西域人 嗯嗯 有黑人也有 即是很厲害的阿拉伯人 很多人在那裡通商做生意 所以 這樣的地方 我會覺得好像 有些某種程度上 就跟這個 86年的藝術中心 小劇場 雖然大小差很遠 是啊 放大了不知幾倍 嗯 但是就是街頭演戲 以及在英國當時做的時候 殺死不得做的時候 嗯 我們去到環球劇場 是沒有燈光 沒有成的 都是光橙橙的 都是一個街頭 即是環球劇場 不是街頭 但是它是一個 上面有露天的感覺 嗯 是一個 即是 可以很粗魄的一個感覺 是 這個是有的 是好事來的 嗯 但是我說回來說 第一就是這樣 令到節奏是長久了 是 而觀眾看的時候 就很自然地有一個要求 想明明所有台詞 但是像我們86年看的時候 就不用明台詞 因為你不明是不重要的 因為電影不會錯過 你不會不明白電影的 是 所以你錯摸 節奏一快的時候 你就忘記自己的腦 你放下理性 是啊 而且我覺得節奏的掌握 也挺影響究竟我是否去看節目 因為如果你可能節奏快些 或者其實你可能用其他語言 包括身體 或者表情 或者演員與演員之間的能量交換 我都可以感受到 即使我不聽那些 不聽所有的對白 我都可以感受到那種氣氛 但是因為有些時候 今次我也覺得演員非常之厲害 因為對於他們來說 某些台詞的挑戰都是大的 但同時我也覺得 有些時候 譬如他在哪些節奏 哪些位置去停頓 又或者是哪些時候 他要有一些助語詞 因為其實我們現在講廣東話 當然我講如果是裡面 比較市井的語會 就沒問題了 因為都是我們日常的廣東話 但其實有一些部分 都真的是C的時候 有些時候 我又覺得 如果加了太多的助語詞 又好像沒有了C2 我聽起來 我覺得演員的演繹 都有點辛苦 我不知道兩位覺得 感覺如何 善兒 你的感覺如何 我會覺得文言文的部分 一般都是生眼一點 可能是日常的對白 文言文是生眼的 但如果讀到C的時候 因為C本身是有C2 和那個韻味 我又會感受那個韻味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沒有問題的 所以日常對白的時候 就有點怪怪的 是嗎? 張老師你覺得 但我又覺得 86年的版本 因為平身原來的詩 不是每一首都是這麼高雅的詩 有些詩是半鹹半淡的 所謂的打油詩 所以你聽不明白 是完全不重要的 它不是文學水平很高的 要你慢慢去答的詩 所以它是有些口語加上 打油詩之間 是那個Mood的感覺 是遠遠重要 過你理解裡面的內容 所以觀眾對那些事情不理解 是真的不要緊的 我順便講一件事 為什麼剛才說經驗 就是初一看時很驚業 哎呀 真是開眼 覺得很厲害很厲害 就因為陳軍藥那種才氣 才是很厲害的 老實說Ruber你走了 我覺得很大的損失 就是說香港的劇界 能夠像陳軍藥那樣有才氣 那樣聰明 那樣幽默 那樣聰明 那樣聰明的人 真的不是很多 當然不會沒有 但不是很多 它在中環於中西的文化文學之間 而能夠這麼聰明去做 我舉個例子 這件事 我估計100個觀眾裏面 95個都不知道 是 都看不到 我都讚這次的長刊 真是拼得認真的 三次的長刊 中間那次 即是2000年那次的長刊 的一個缺點 因為上次是顧天龍 即是顧天龍導演 這個缺點就是人物演員表裏面 錫衛蘭、錫巴婷、何省勞、岳陸華 是只有中文的 沒有英文在 即是沒有原來薩斯比亞的英文 但是1986年那次 因為導演是外國人 即Bennec Goss 今次是Carrie Sherlock 是外國人 兩次都有印上了英文的名字 即是原來薩斯比亞的英文在 剛才我說過 100個觀眾裏面 不知道有沒有5個呢 是用心地去看看 陳君順你真是聰明 我先看看 真是聰明 我服了你 陳君順你真是 你逃得太早了 俄仙奴 演員的角色名叫俄仙奴 由俄仙奴變成何省勞 音又準 然後就是 石巴婷 好漂亮 好漂亮 安東尼爾是放東洋 維歐納 維歐納 石維蘭 維歐納 歐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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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陳君順不是亂 不是找三個字 很漂亮的字 加上給他名字 歐納 不是這樣 歐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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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中國的道教裡的女仙的名字 歐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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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歡她 是喜歡一個仙女 天仙的女 美女 初演的時候 是誰做的 是鄭寶芝做的 很漂亮 我沒有美的女兒 初演的時候是她做的 最後到2000年 就是Carmen做 今次也是美女演員 美女 三個都是美女 但問題是 歐納 綠華這個名字 是令到 如果你真的明白這個名字的出處的時候 你又明白 原來是何醒奴 喜歡她 是一個天別下來的女孩子 在她眼中 最後都捉不到 最後都 原來愛情 視對方為仙女 你都落空 因為對方不喜歡你 對方喜歡她 她自己眼中看到一個 不是她的人 即是說 綠華 即石偉蘭 有句台詞說 我不是你看到的我 你看到的我 不是真的我 我 你看到的我 是何醒奴的博人 其實我不是她的博人 我是喜歡我的主人 我是被迫來到 我是因為我忠於 我要做好我的工作 我就幫我的主人 去送情信 來向你求愛 其實 你喜歡我 你就認錯 看錯了我 即是那些真真假假 是很漂亮的 所以這個岳陸華 在何醒奴眼中 是仙女 而陳君潤 在岳陸華的名字 被Olivia 這個很棒 很棒 張老師 好像其他的 就未必有其他 repancy 不是這麼漂亮 但你們Toby 就變成了爆肚皮 但都已經很絕 對 已經很絕 Maria變成了曼霞 曼霞 這個也很漂亮 也很漂亮 即是她全部照顧到 音和意思的關係 又很詭異 又很漂亮 有些人爆肚皮 寫出來 就不是 我們聽到的 是肚皮 其實就是 因為她玩文字遊戲 就是玩文字遊戲 這就很厲害 所以這個 為何說 陳君潤 令到我們的經驗 即是她是很靈動 靈了靈巧 又活潑 又幽默 又玩中文 玩英文 玩得這麼絕 你說在80年代 看這個戲的時候 你是不是 哎呀 全都服了你 難怪你那時候的感覺 留到今時今日 這麼多年之後 因為剛才我們在錄影之前 都在數 就是從86年到2000年重演的時候 就隔了十幾年 是不是 然後現在是2000年 24年後才有機會 再重溫一下Rupert的鬼虎神功 所以 還有補充一點 爆肚皮 在初演的時候 是在平西製作的 我猜你們沒看過平西製作的 我沒看過 黃章老師 然後在2000年做爆肚皮 就是臨澤群製作的 就是群仔製作的 今次誰做爆肚皮 今次就是 朱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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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比較健碩 即是說 你會不會覺得 Talami 又跟Maria好 正確 就是 做妾士 對 Maria初演的時候 就是孫慧芳製作的 即是 即是那些角色的配搭 是很絕的 初演的時候 唉 連Casting都 令你落下這麼深刻的印象 那真是一個非常好的 是很好的戲 說真的 八十年代八六年的戲 是 到現在還做得很鮮明 似乎要超越一個經典的作品 也很不容易 不容易 其實是經驗的 所以問題就是 為什麼八十年代八六年做 這是一個到現在為止 在我心目中 都是最好的版本 是 最好的版本 2000年就 OK 哈哈 今次這個就是認真版本 今次認真版本 認真版本 沒有認真版本 認真得來 有一個優點 說真的 但就說 因為你是豬肉在前 你很難超越 是的 但問題就是 站在一個劇團的承傳來說 就是好事 因為 就是中英的 就是我們一說到元宵 你就不會想到中英 沒錯 不是另一個團的戲 沒錯 另一個團可能也不一定敢做 沒錯 做過 但是不一定做這個版本 他可以做十二夜 我們腦裏面 就是我們看的戲多 就是年紀大的人 看十二夜 另一個很有名的版本 就是沙田話計團做 嗯 就找到孟經輝來做 嗯 找到孟經輝在沙田大會堂做 我再用三分鐘說這個戲 我沒看過 你沒看過 你們年輕女 哈哈 他是沙田戲劇節 找到孟經輝 我知道 在北京來香港 幫沙田話計團做 第十二夜 在新海會堂演奏廳 大場地 一開場的時候 就整班演員站在台前 然後就不斷很快動作地 急口令地是讀他們 在劇本裡面 他說的台詞 嗯 就是說 俄仙奴講的台詞 Antonio講的台詞 Sepassian講的台詞 Viola講的台詞 Olivia講的台詞 在台前 即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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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著觀眾站著 嘍嘍嘍嘍嘍嘍 但他講了是十分鐘 十幾分鐘左右 不斷好像轟炸給觀眾那樣 他們要講的台詞 應該要講的台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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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然後 各位觀眾 現在休息十五分鐘 現在中場休息十五分鐘 我簡直坐在那裡恐慌 看一個錶 未夠十五分鐘 上半場完 休息十五分鐘 休息十五分鐘 剛才沒有十五分鐘做完 就上半場完 發生了什麼事 然後 真的 這個 就是孟京婦 我真的沒有吸引人 對 你講的也覺得很吸引人 正 十五分鐘之後 反來之後看 場就開了 然後 升起了一幕 就是 升起了一幕 沒有全升 然後 下面 就是一個病床 一個瘋人院 病院 一個神經病院裡面的景 一張病床 就 剛才 站在廣台前 那些人 進了戲裡面 做戲裡面 仍然是元宵裡面的 十二夜 十二夜 十二夜裡面的故事 即是 薩斯比亞的故事 十二夜裡面的故事 就是很認真地 做回薩斯比亞的台詞 不是剛才說的 急口令 但是瘋人院裡面做的 即是你想像到 即是說 愛情令人發瘋 令人瘋狂 愛情令人精神失常 所以就變成了 認不到人 搞錯了 有這個 Mathorio 又暗戀 想娶主人之類 有這些事情發生 所以是一個 封人院的故事 就做了一個多小時 是的 所以就下半小時 這個版本也不錯 我聽得很厲害 很厲害 所以我們在香港 看十二夜 就不止這個版本 是的 但是說回元宵 就只能夠這個版本 因為劇本太厲害 所以第二個劇團 也沒有資格做 因為劇本是寫給中英 是的 所以從這個角度說 中英今次再做這劇 是好事 因為 再看一看 86年 那個班底 當然很難再重新 2000年的版本 羅正文有再做 86年有做 86年他做 是Waiola 是 在這裏 因為Olivia 剛才說是鄭寶芝 那他在2000年 Carmen 就做了Olivia 那Waiola 就是 彭秀慧 就是 彭秀慧 所以 羅正文 就串著兩個戲 這次 就是 就是堅縮 唯一一個 就是張可堅 沒有做二次年版本 但是他就有做86年的版本 86年張可堅 是做賀省奴的 做賀省奴 他又兼做了 屈辭漢籍的 是 所以就是一個演員 做兩個角色 那就是 這是當時的一個 就是處理 這次他又做了 《月下老人》 所以他就 變成是從這個 他現在就是 中英的藝術總監 變成 一位的演員 就串了 第一個戲 和第三個戲 那 所以我作為觀眾 坐在觀眾角度看的時候 就看到劇團 劇團的全城 這件是一件好事 當然 看到這些人 也不是很多的 我想全場都 可能真的數得幻想 老觀眾的滿足感 就是很大 是 說起全城 那是善兒第一次看 第一次看這個戲的作品 又是一個 相對來說 他可能是一個 比較認真的版本 因為我們看起來 今次無論是服裝的演繹 非常精緻的服裝 造型也很精緻 另外也有一些 很象徵的打鬥場面 也有出現 演員 起碼剛才我們說了這麼久 表演策略 也不是從一個 好像比較 很 很 很 的角度 去處理這個作品 這個導演 在導演的話 有說的 對於這種 認真的感覺 在這個空間處理和服裝各樣 你自己有什麼感受呢 因為我沒有看過 所以我本身也是抱著一個 看喜劇的心態進去的 但剛剛說 因為他的對白 其實有很多一些 文雅的對白的時候 其實對於我本身 接收那個 鬧的感覺 其實我覺得是有點格的 而剛剛說他一些 場面的處理是比較認真 例如是打鬥格劍的場面 即是有一個真的劍 然後真的有一些比武的場景 但是 因為其實那些動作 又不是很流暢 所以我又會覺得 在認真當中 又有一點點凸 然後又令到我 是有點難去進入 對 還有剛剛說的 那個認真 那個處理 除了一些畫面 還有可能是那個服飾上 對 有一些很精緻的 特別是一些上層的人物 他們的服裝是特別精緻一些 但那種的精緻 又 可能是 特別是 從這個 惡陸華 或者晚霞的演員那裡 因為他們的服裝是 精細一些 但是同一時間 他們的妝容 和他們的髮型 都是很誇張的 而那種的誇張和精細 是有一種 令到你覺得 有些諷刺的意味 對 因為你不 因為剛剛說 其實她是一個仙女 很漂亮的角色 對 但妝的處理 其實令你不是有這個想法 反而你覺得是一種 你反而 她和醜角是同一種化妝的方式 所以你就會將他們兩個 那個定位 其實有一點點重疊 因為這次我覺得 在仙女 對 她這次採取了化妝的方法 我看起來有點像日式的 好像娃娃 其實不是日式 是唐朝的人 是唐朝的人 那些花王 對鏡條花王 對 我都見過那些展覽 你去敦王很多這些人 對 但如果她在敦王壁寡 就有一個距離 去欣賞他們 就令那種感覺 第一次 這次變成真人 我又覺得 令我看起來 有些誇張之餘 好像跟本身的 是否完全不配搭 我就有點懷疑 對 就是這樣 就是在86年 電影比較簡約 小劇場 以及整個 ensemble 是最重要的 對 所以演員的 我們完全相信 今次的演員 不是說今次的演員不好 而是說 因為以前那個時候 是菇布納來到中英 他的第一個任務 就是把全部演員 訓練到他們的身體語言 整件事的風格 是很統一 和很突出 所以 那件事就變得很完整 而今次的演員 可能就是跟那個 那次 三十多年 是呀 十四當然是二十四 三十多年前 三十多年前 是兩個不同的風格 是 那時候我們變得 剛才看到那件事 令我們看了 景色那麼闊 演區那麼大 那些服裝那麼真 那些筆劍又好像很真 一樣 又或者是那些語言又 切在盲了 你要好像逼你去 引導你去聽那些台詞 是否解得通 那時候 就變得 這件事就變得拉散了 嗯 拉散了 切在又慢了 是呀 所以變成了氣 被人看的時候有一個尷尬 我們看什麼好呢 看什麼好呢 你打比劍的時候 又比得這麼認真 但把劍肯定又不是真劍 刺你不死 你只要被刺你 你不會死的 那把劍不是真是劍 那是道具 那是軟的 你給刺你刺 刺我不會死的 但你又要等到 好像真的要 用很認真去打 很認真去打 那時候 跟戲曲不同 是 因為戲曲的比劍 是舞蹈化的 是藝術化 是美 現在好像是真 真和美 是兩個不同的價值 那時候 變成我們看的時候 就比觀眾好得好 有什麼拿捏的事情 是 這個也是我想 今次演出對演員來說 因為他們很多 例如剛才說到服裝的時候 我也覺得有些 令到好像他們走動上 是有些複雜的 因為都要很長時間 在台上走動 所以這些細節都影響了 我覺得表演上 某些節奏都有受到影響 但是對 如果張老師有看過不同版本 來到今次 其實都很明顯 是有一個承傳的意味 對善宜來說 這個第一次欣賞的作品 又對你來說 有什麼承傳的感覺 因為其實都是一個 起碼在現在的香港劇場來說 無論是Rupert的這種 翻譯 或者改編的方式 都很難再 有機會有 似乎都可能是一個 有一個承傳到一個 新觀眾身上的感覺 你覺得怎樣 也有的 不過因為我第一次看 第一次接觸的時候 我會覺得是值得欣賞的作品 但是你說是否去到經驗呢 我又覺得有味道 因為始終我看的時候 我會覺得有些地方是矛盾 或者不太吻合 特別是剛才說的 認真那個 我會說馬複錄 對 因為我會覺得 在整個作品裡面 我印象最深的 除了馬複錄 另一個就是吉慶 吉慶就是一個最 就是它一出來 整個節奏就很輕鬆 我會看到很舒服 因為它是真的帶動到那個氣氛 跟觀眾有一個很直接的對話 令到我是很進入到那個作品本身 但是去到馬複錄的時候 我又會抽離它那種輕鬆 變成很沉重地 它被人去 甚至乎我會擔心 或者我對於它被人棄弄 是有點辱緊 但是我覺得 我是不應該辱緊它 為何這麼慘呢 去到它的部分 因為它的結尾 我會覺得它是比較沉重的 而這件事 可能會令我覺得 是有點不太合格的 可能這也是導演的某種策略 因為他未必想 從一個很快樂的角度 去處理這個作品 事實上我自己也對 剛才你說馬複錄這個角色 飾演這個角色的張艷 都有深刻印象 事實上 他在很多的作品裡 都比較容易讓人有印象的一位演員 除了因為他身形比較高大之外 其實他本身的喜感也挺重 因為他咬字是有一點點 令到你覺得很有趣 他一說話 你會覺得他很認真說話 他在罵你 你有沒有理過小姐的感受 但其實你也會覺得他挺有趣的 所以我覺得選角他做這個茅覆女的角色 其實是令到我們觀眾看起來 都很歡迎 譬如他有很多場次 很多場景 他都有帶動到那個氣氛之餘 他自己也有找到 他和這個角色之間的某種獨特的風格 莊老師又怎麼看呢 因為剛才稱讚Rupert 陳君润幫角色起名 剛才已經說了幾個名字 很好 《茅覆覆六》是另一個很好的 《茅覆六》是另一個很好的 是嗎 《茅覆六》 《茅覆六》 打茅覆上有幸福 想有幸福 想有… 這個也還可以 這實際上是北法人姐拜的這麼想 音也對 《茅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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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你覺得廣東話 是嗎 很茅的 想… 《茅覆六》 想娶個女主人 是嗎 向上爬 於是我就很幸福 很有陸 很有錢 等等 那個名字本身是很優 優了角色的一幕 所以 初一做的時候 86年做的時候 是李鎮周做的 所以 李鎮周的演法就是 沒有這次張艷這麼認真 認真 要多說幾句 認真不是絕對… 絕對不是說李鎮周不認真 她極其認真 極其好 香港有很好的演員 是 但她的演法 她能夠繼續介乎於 《茅覆六》和《茅覆六》之間 她就不會 完全是這樣 《茅覆六》 沒有張艷那麼《茅覆六》 是… 但她就會是 就是跳去《茅覆六》的認真 又再抽出來《茅覆六》那裡 是很快的 嗯 還有在一個身體上 一個演員身體上 我們看到兩件事同時出現 又《茅覆六》又《茅覆六》 又《茅覆六》 這是李鎮周演戲的特點 特點 所以她… 所以她… 所以… 怎麼會這麼經驗呢 就是她很適合 現在… 我不是說張艷作得不好 她是好演員 是… 但她就因為… 她真的令到… 又高大一點 就令到… 李鎮周又沒有那麼高大 是… 她… 喜歡追… 《茅覆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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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如果兩個演員落了莊棋的時候 那麼… 那麼… 李鎮周也比茅覆六》 她不會比茅覆六 就是她不會高高的 就是這樣說 就是這樣說 她要向女主人 拿下舞吃天鵝肉 那是完美的 是… 那麼你現在是張艷 喜歡哪個女主人 白青營 白青營也不矮的 但是張艷更加高 更加高 更加高 要是那個對比就… 沒有那麼漂亮 是… 所以加上張艷 又很認真地做的時候 令到那戲 那戲是需要有一個陰暗的 就是悲慘一點的角色 去襯托到整個戲的喜鬧感 是… 那就是說愛情令人麻木 麻木到她這樣的清教徒 原來莎士比亞就有清教徒 諷刺他們那種的 懶惹什麼 懶惹自大 懶惹別人不行 懶惹什麼 那些人 諷刺這些人 但是她自己又有這樣的弱點 又有這樣的 又被人… Maria就棄弄她 那樣 所以在愛情令人麻木之中 麻木到感受 就抵她死了 就是我們會看到這些衰的 就是一個darker side 那樣 所以莎士比亞的偉大 處在於她不只是死 單眠的好玩那麼簡單 她留了一條陰暗的色塊 是… 令到事情很立體 很漂亮 但是… 多過頭 今少說多了… 因為她後來還要被人鞭打 整身傷痕 然後她又要… 好像行刑一樣 對… 行刑一樣 枯在木頭上綁住 所以整件事很重 很重的時候 因為我們看完電影之後 就知道她說 到最後張艷 轉出來一起合唱 就說這麼快? 是… 她已經… 是… 下了妝 離開了Maphoria的角色 出來好像一個團隊 來唱的時候 因為她之前太重的時候 是… 她的感覺就好像令到我都覺得 剛才你很慘 這麼快就不慘 是… 中間來說 慘的程度好像是… 好像是多了一點 是… 其實剛才如果張老師這樣描述 當時第一個版本 可能都… 美學上採取一個比較簡樸一點 或者是… poor一點的策略 但是透過演員的… 一起的… ensemble 一起找到那個能量 似乎… 可能是用另一個方法 令到作品在這個層面上 給觀眾有一個… 比較… 比較鮮活一點的感受 很鮮活完整 是的 這次就… 相對來說 可能不知道是否資源 這麼多年之後 都比較豐富了 是的 但我都覺得當時的資源 應該都沒有關係 只不過是… 即… 當時沒有現在這麼豐富 一定沒有 都是poor一點 都是poor一點 真是literallypoor一點 但是這次也… 服裝上各樣都是非常精細 是的 正在用另一個策略 去處理一個… 即是他們的氣寶 是的 本身來講 從藝術上來講 有一個選擇的理由 即是… 我們… 我作為一個比較幸福的觀眾 因為年紀比較大 是的 其實是三個 三個版本 三個版本看完 是 有比較 所以就變成… 相對來說 對今次這個 就不太公平 是的 因為我是事實為主 當時的經驗也這麼好 是的 所以我自己也覺得 對於一個… 今年他們… 即是四十五週年 那麼… 在香港一個這麼重要的團 一個這麼重要的作品 我再次去搬演 二十四年後 即使是… 即是時間比較長 但我覺得也是在一個… 即是觀眾的培養 以及對於一個劇團的… 品牌的建立 其實也有一個… 很正面的作用 另外我們也思考到… 其實這個作品… 因為… 譬如中英也有自己的文獻庫 今次也… 相信有一些材料 是靈智文獻庫 那麼能夠和一班新的演員 一起透過這些… 紀錄和文獻去到… 再… 為這個作品 即是用另一個角度去演繹 對這個團的發展來說 都是一個好的方式 是的 那麼我覺得… 希望… 因為中英還有很多不同的戲部 他們接下來的劇集會 都會有一些不同的… 類似的嘗試 希望… 就是透過一些… 再重溫中英的一些… 一些舊的… 旨往的作品 去找回一些新的活力 那麼我覺得… 這個也是… 即是… 我們香港的… 朋友去繼續支持之餘 亦都希望我們的… 新一代的觀眾 可以再感受到… 一個團過去的歷史是怎樣… 演化以至到… 有現在的… 一個… 方向 沒有過去就沒有今天 是的 所以… 都是一個非常好的安排 來的 今天多謝張老師和善兒 來和我們分享這個作品 完銷的 那麼我們呢… 下一集 應該都還有機會 再和大家見面 因為是新的劇季的開始了 那麼我們希望… 大家繼續支持這劇團 那麼… 今天和大家聊天 聊到這裡了 拜拜 我們呢… 我們看到… 多謝… 我們搭拼開… 我們先接著… pitch… 滿足… 靠… … 才… 感谢观看